大家好,欢迎收看房源成语,我是雨晨 上期节目我们讲解了2020年史上销售最强劲的12月的销售数据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不寻常的2020年整年的温哥华地产的数据 之后我们会再讲一下2021年温哥华房价的预测 而我个人的观点是会继续上涨的 为什么会上涨,又会如何上涨呢 这期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大温地产局报告称,2020年大温地区的租宅的销售的总额为30,944套 比2019年的25,351套增长了22.1%,比18年增长了25.7% 虽然比前两年的销售量都有大幅的增长 但是还是比10年来的平均水平低了2.8% 2020年的上半年的销售起伏变化还是很大的 首先呢经过了2019年下半年这个低迷的成交量的这样一个调整 2020年的1,2,3月份的市场其实已经明显的回暖了 但是因为4月份疫情的封城lockdown 所以房地产市场几乎是停滞的 大温地产局主席Kolley Gerber说 当疫情在3月份开始蔓延时 房地产市场几乎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在危机时候 人们对居住的需求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会加剧 非常的正确 所以从6月份开始 市场进入了一个火热的状态 地产经纪们一直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2月 造就了有史以来最高销售额的一个12月 2020年在MLS上房屋挂牌的数量达到了54305套 于19年的挂牌相比增加了4.6% 于18年的挂牌房屋相比增加了1.3% 但是还是比10年的平均水平低了2.7% 从2020年的销售比 我们可以看出市场除了4月5月 两个月的销售几乎停滞以外 其他的月份都非常的平稳 这种平稳一直持续到了12月 我们再来看一下自2018年以来 这个各类型房屋的销售的挂售比 从上图就可以看出 18年1月最热卖的是公寓 而现在则是独立屋和城市屋 尤其是在去年4月封城之后 这个人口密度娇小的独立屋和连排屋的需求是猛增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最关心的这个房价 截止2020年年底 大温哥华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MLS HPI的综合基准价位为1047400家元 于19年12月相比增长了5.4% 独立屋是独占熬头的 基准价位上涨了10.2% 连排屋上涨4.9% 公寓基准价位上涨了2.6% 公寓基本已经回到了三年前最火热的价格 连排比三年前有略微的涨 涨了3% 而独立屋的价格比三年前却还下跌了1.9% 和2020年的1月相比 独立屋跌幅最大的是温西 下跌了13% 公寓和连排跌幅最大的是西温 下跌了24% 独立屋涨幅最大的是南宿里 涨了19% 公寓和连排涨幅最大的是北温 涨了18% 那么2020年温哥华地产的走势会继续上扬吗 根据SnapStats的数据分析和预测 2021年BC MLS的均价会有2.6%的涨幅 2021年如果上盘数和存货量继续减少 销售量继续上涨 挂售比又继续超过20%的话 我个人认为温哥华房价在短时间内 还是会上涨的 如果我们说这场新冠疫情导致了温哥华火热的地产市场 那一定是片面的 这种火热的交易情况 我认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第一 史上最低的银行利息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利息低 第一 对刚需的买家 他的可负担性增加了 对投资者来讲 又增加了投资回报 第二 疫情导致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很多人可以居家办公 对房屋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他可能需要更大的居家空间 需要有一个个人的办公室 比如说可以去更偏远的地方居住等等 第三 前几年积压下来的观望的刚需和投资的买家 看到性价比好的物业会纷纷出手 第四 就是人口的增加 虽然流动人口呢有减少 比如留学生外来人口新的移民都在减少 导致了这个租房的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但是常住人口却增加了 比如说从多伦多 埃德蒙顿 卡尔加里等城市搬过来的人 明显的增加了 第五是 国家大量印钞导致了通货膨胀 那么存钱不如买房 第六 从众心理也是一个因素 看周围朋友都在换房 难免会心动 第七 当然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刚刚公布的这个政府估价 也会对卖家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 2020年的政府估价 整个地路平原基本上都是上涨的 独立屋的政府估价涨幅是最高的 政府估价涨幅最高的城市是温哥华和Skormish 上涨了10% 连排和公寓的估价涨幅最大的是北温 上涨了6% 毫无悬念 成交价上涨 政府估价也会随之上涨 政府估价上涨对卖家可是一针强心剂啊 我们就有卖家知道政府估价涨了之后 立马要求调高挂牌的价格的 所以政府估价会给部分卖家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 明年的挂牌价格会有所上升 那么2021年我们预测价格会怎么个涨法呢 我个人认为会以一种轮动的方式上涨 比如说去年表现最好的独立屋 它涨到一定的价位就会停下来 然后就会轮到公寓去上涨 所以我建议现在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温哥华市中心的公寓 疫情过后公寓会是第一波开始涨的 区域也会从偏远的城市再转回到 比如说像温哥华、列治文、本纳比等 华人比较受欢迎的城市 列治文的房价在上个月就已经明显的反弹了 关心大温房地产的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是涨还是跌又是怎么个涨法呢 请在下面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下期见